张化县各界113年继四名镇奖登耳工 继以为抗日烈士祭典 31日在张化市以为宝台和平纪念公园举行 县长王慧美帅同烈士一族 相关机关团体首长及各界代表等 向先贤烈士临位上香祭拜 告慰先烈英灵 最主要在我们的民政时代 我们有蒋邓两位将军 他当时来台开墾我们的部分 后来葬在我们八卦山上面 对于台湾整体的开墾有非常大的贡献 另外在我们甲午战争台湾割让给日本 当时我们的一些群众结成了义勇军 那来抵抗这个义竹的一个这个入侵 那当时从台北城一路打打打到我们的八卦山 最后呢他们在八卦山上面的壮烈的牺牲 为我们的这个国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贡献 所以那每年的彰化县都会在八月三十一号来由我们彰化各界 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祭典 也利用这样来唤起我们的乡亲 这个保卫国家 这个国家的一个这个主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台湾能够有今天这样是真的非常多的先贤先烈的一个牺牲 才能够换来我们的一个这个民主 彰化县每年都会在八月三十一日祭祀先贤先烈 唤起民众保家卫国的主权意识 也希望能更加珍惜现在的民主 大家安和乐利 国泰民安 公益频道黄诗婷彰化采访报导